昨天我装了这个行李箱之后 很多人问我啊 装了这个行李箱之后 在车上上路会不会违规或者违法啊 我暂时没有看到过啊 有有就是交警叔叔 警察叔叔过来拦截我 然后说不给装啊 好像是没什么明文规定 因为这个车它是有这个行李支架的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在允许范围内啊 然后呢 我要开这个车出去自驾游去西藏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车能去西藏吗 我今天这个视频给你们好好看一下 怎么能把这个小轿车开到西藏去 接下来呢 我会在这个车里面吃饭睡觉 然后呢 除了上厕所不在车里外啊 做饭睡觉什么都在车里面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小轿车啊 是这个三厢车啊 刚才后排 这个车的后排特别小 这是我的供电系统啊 就是我平时拿这个充电啊 充手机啊 就是电热毯呢 这个就是供电系统了啊 兄弟们来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车 怎么把它放平 然后怎么在车里睡觉 来 这里有个拉环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有个拉环 有个飘飘死的 拉掉 拉掉啊 然后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个一放倒 就是一个床 哎 通透啊 接下来呢 这个车又开始陪我风花雪月了 兄弟们看到没 我身高不到一米九啊 这个头呢 放在这个位置 脚呢 就伸到后背上去 然后接下来 我现在呢 就开始扑东西 垫褥子 然后呢 毛毯 被子都有啊 首先要贴个防潮垫啊 这个防潮垫 一定要放 为什么一定要放防潮垫啊 因为人的热气在里面 都会有潮湿的气 所以说我们要放防潮垫来行 因为没有防潮功能的话是不行的啊 这个防潮垫呢 我看一下怎么摆来的 我记得是啊 就这样摆 因为我这个车 大家看都知道啊 一看都看得出来 这边比较低 这边比较高 有点斜的 有点斜坡 但是也不影响我睡觉 因为我在外面玩 都是玩得很困很累的 才睡觉的 所以说不影响啊 这个压压到最低了啊 这个放个枕头就可以睡了 然后呢 我现在先铺床啊 然后铺完了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船 已经铺好了啊 现在我上去躺上去看一下睡觉 看下我的脚能不能伸齿啊 兄弟们 现在呢 我上车上给他们看一下 我躺下去脚能不能伸齿啊 来喽 平时的话我就这样睡的啊 看到没 脚还是伸直的 来过来这边 看下我的头 来兄弟们 看下我的头 这里还有竹竹 有一个两个两个手指叠到一起啊 还没撞到 撞到上面 就是晚上就这样睡啊 露营就在这样露营 然后呢 脚伸到这边 然后放足够箱啊 等下还放很多箱子在旁边 睡一半 留一半装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脚的话是不能这样弯曲的 比如说你睡累了 就不能这样弯曲 只能这样子撤着 这样撤着睡啊 比如说脚累了 只能这样撤着睡 要么就迟着睡 不能这样弯曲啊 所以这个就是小车不好的情况 然后呢 现在呢 床也不好了 哎呀 在广西太热了 为什么这自载游的人都喜欢去西藏啊 云南啊 新疆这些地方啊 都不喜欢在广东广西 大家都知道 今天37度广西 怎么能在车里露营呢 睡不了 不管你在阴暗的地方也好 还是一样热啊 呼吸的空气都是热的 所以说我赶紧把这个车装好 然后呢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云南了哈 这是我出去 我学聪明了 兄弟们 我用的是这个12伏的电灯啊 给大家拿出来示范一下 不要用那个220伏了 220伏太耗电了 真的是扛不住啊 我现在用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电怎么用 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12伏的电池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起夹就可以了 哎呀 就不要用在220伏了 你们看一下 12伏的灯一样亮啊 晚上做饭呢 或者是直播啊 都可以用这个灯啊 现在用的这个灯的线特别长 大家看一下 我搞了15冥以的线 以后呢 就在这个地方亮个灯 然后就就离的车远 一点都没有问题啊 这个是我最聪明的选择啊 用的是12伏的电 每天用两个灯啊 一个夹 两个夹在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 就这么夹的就可以有电出来了 就不要用像以前的220伏的电了 那个是太耗费电了啊 但是我电热毯呢 还有充手机啊 这些东西还是220伏啊 不便 就是这个电灯改了一下 省一下电而已啊 兄弟们 要给你们推荐这个了 很久没有给你们推荐了 你们应该都用完了 都没味了啊 这个就是汽车香水挂便啊 这样我拿一片挂在我车上 给大家示范一下 特别香 哦呀这个是果浆味的 然后就这么挂的就可以了 中国红的 大家看一下 就这么挂的就行了啊 挂在这个后视镜这里 然后它发散发出那种淡淡的那个香水味 就不用再买那一瓶香水 挂在车上 其实那个不安全的啊 很容易发生爆炸 特别是热天 很多放在仪表板这里 万一突发爆炸之后 那个玻璃就被震碎了啊 挂这个东西一片能顶十天十几天 下方购物车 你们需要你们自己去拍啊 广西的天太热了 然后我准备回家了啊 现在东西已经搞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木装好了 床也弄好了 然后被子在这里放着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什么不足的 可以补充一下 这个所有的衣服啊 都放在这里面 两个箱子 小小的都是衣服 然后 这个就是副驾驶 副驾驶的话 以后是用来做饭的 到冬天太冷的话 我这里就是会摆一张桌子 平在这里 然后就这里烧饭做饭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车现在走半公里啊 十九万多少 十九万九百公里 大家看好了啊 十九万公里 到我过年回来的时候 我这个车应该是二十五万左右啊 还有半年就过年了嘛 所以说这半年 基本上能跑五六万公里 好了不说了 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有很多种香味的啊 然后可以关在厕所里面 然后呢 还有那个衣柜里面都可以啊 想要的自己去拍 下方小王车 现在呢 把车盖过来 再做一次保养 然后检查一下 就可以出发了 安心的出发 兄弟们来进去看一下 我的车不知道哪里撞到了 开着死的时候 老是想 不知道撞到哪里了 我也看不出来 哎呀 这底盘修的也差不多了 这么漏水呢 空调水应该 现在给师傅检查一下 然后出发安全为主 点个赞 兄弟们一漏顺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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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